我们来看这道题组 那这道题组是叫我们根据图形资料来回答65到67题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般阅读型的考题 不需要去背任何东西 教材也没有特别去提这些知识 然后我们先看65题 他说这两类岩石在相同深度的孔系率大小比较 何者正确 然后AB是当深度为0.5公里时 我们可以从图上读到两条曲线是香蕉 换句话说孔系率是相等的 那这两个都是错的 再来C注意的选项都是深度小于0.5公里 然后谁的孔系率比较大 我们可以发现石线也就是粉沙岩的孔系率较大 而虚线沙岩的孔系率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读出最后结果 应该是一选项是正确的 再来66题是读小于4公里时 两个孔系率随深度的变化率 就是要读斜率的比较何者正确 那我们随便取一段在4公里范围内 比如说2公里到3公里范围内 很明显沙岩的20%孔系率降到快10% 而沙岩这看起来很平缓 降低的非常的少 所以粉沙岩的孔系率变化是比较大的 那第二个叙述是正确的 读它的变化率 67题要简单计算 它讲如果没有其他因素 纯粹照这张图来看的话 在深度两公里处 然后如果孔系都充满油气 那沙岩的油气量 会是同体积的粉沙岩的几倍 那我们就读两公里处的资讯 两公里处粉沙岩是20%的孔系率 而沙岩我们可以读到 它的孔系率大概30到40之间 那我们就当作35好了 那你把35比上20 那得到的结果大概是1.75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题目不然都是基本的阅读 图表资料去做基本的判读 这种考题不要错过 一定要能够拿下分数